一代伟人 博览群书 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 发人之所谓发 言人之所谓言 不拘一格 令人深省 透过历史的沧桑风雨 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毛泽东妙凭帝王将相鉴赏 领略伟人眼中帝王将相的 雄才伪劣 与是非成败 纵观五帝一生 不愧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在他统治期间 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 文明于世 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刘彻小传 汉武帝刘彻 汉朝第六代皇帝 锦帝之子 初封焦东王 后立为太子 十六岁及皇帝位 公元前140至前87年在位 共计54年 宣宗时 世号武 庙号世宗 汉武帝在位54年 进行了50年的大小战争 海内需耗 人口减半 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不过从总体上看 当时所进行的战争 主要是反对匈奴的侵扰 和加强国内的统一 是主要带有保卫自身安全的性质 在战争中 江域的扩展 并不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暂时联合 而是把边远地区 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 在经济上 文化上联系起来了 这就为现代中国的广大江域 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因此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 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 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 严重的避震和社会问题 当时的避震主要有三点 一是奢侈浪费 武帝当政时期 财政开支惊人 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 仅是给将士的赏赐 就不计其数 元硕五年 赐给魏清大军 二十万金黄金 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 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 此外 制黄河 塞掘 开草渠 及其他水利工程 也需要大量开支 再加上武帝个人的挥霍无度 都需要巨大的开支 使得国家长期积累的财富 趋于枯竭 财政发生危机 二是穷兵独武 武帝连年征战 仅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三十余年 动员的军队多达三十多万人 因此造成了钉状男子丢下锄头丛容 又蒸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挤养 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 遥役四处流亡 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 三是方氏之弊 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 因为他妄想长生不死 所以迷信鬼神 理尊方氏 为寻求仙人 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方氏鸾大 据汉书武帝记载 自元首元年至后元二年 武帝外出雌神 寻行风禅共二十九次 其中远程出巡 祭祀就有十三次之多 最长的一次 元封五年 即泰山风禅 竟长达五个月 方氏迷信活动的猖獗 又导致巫蛊之乱 陈皇后被打入冷宫 丽太子被废自杀 特别是征和二年巫蛊事件 引起魏太子的武装叛乱 叛军和政府军 在长安城内混战数日 死者数万人 为太子兵败自杀 武帝晚年 由于阶级矛盾尖锐 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大者数千人 小者数百人 起义农民到处攻城打役 夺取兵器 释放囚犯 处死官吏 武帝派酷吏前往镇压 但无济于事 而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空虚 社会动荡的局面 所以当桑弘扬建议 牧民屯田轮台时 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照 毁征伐之事 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 轮台照标志着 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 改正自己的过失 从此不复出军 强调 当今勿在尽科报 只善富 立本农 转变到重视生产 减轻民众负担 恢复民理上来 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 同时 武帝又封田秋千为傅民侯 向天下宣告推行傅民政策 又用赵过为搜索都尉 推广戴田法 这样 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 开始稳定下来 汉朝统治也就转为伟安 后援二年 武帝病逝 临终前 立八岁的幼子刘福林为太子 依照霍光 今日 上官杰和桑红阳共同辅政 刘福林继位为昭帝 毛泽东评点 沁元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山五银蛇圆池辣象 玉宇天宫势比高 须秦日 看红庄素果 分外妖娃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西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 城及思寒 指石弯弓射大雕 据王义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 开拓刘邦的业绩 晚年自知奢侍 独武方式之弊 下了罪己诏 不失为鼎盛之事 剑赏 毛泽东在1936年2月 写的著名词篇 《沁元春雪》中说 江山如此多交 引无数英雄尽折腰 西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唐宗宋祖稍训风骚 一带天骄 城及思寒 指石弯弓射大雕 毛泽东在词中 贫瘠了中国历史上 极为最著名的皇帝 毫无疑问 毛泽东首先把秦始皇 汉武帝 唐太宗 宋太祖 城及思寒 也看作是 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的英雄 这五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 叱咤风云的君王 是历代帝王中 突出的代表 封建帝王 最值得称道的是 文治武功 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 这五大帝王中 秦皇汉武略书文采 文采 本指此早才华 略书文采 是说秦皇汉武 武功甚盛 对比之下 文治方面的成就 略有逊色 唐宗宋祖 烧迅风骚 烧迅风骚 与略书文采 意思相近 是说 唐宗宋祖 也是文治的成就 比武功 略有逊色 至于一代天交的 成吉思汗 文治就更差了 只以武功 建成 1957年6月13日 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 吴冷熙等人谈话时 评述了汉代的几位皇帝 他认为 广为史家赞誉的文锦二帝 乃守城之君 无能之辈 原因是 萧归草随 没有什么创新 他非常欣赏汉武帝 认为他雄才大略 开拓刘邦的事业 不失为鼎盛之事 的确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 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 在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等方面 多有建树 充分展示了汉武帝 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 与指之守城的文锦二帝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马克思曾经说过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 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继位时 西汉王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修养生息 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 这是西汉王朝走上他的盛事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事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 使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 由于义姓王被消灭 无处七国叛乱的平定 同姓诸侯的势力也大大削弱 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七国 诸侯王只收取封国赋税而不治民 中央政府更加有效地控制全国 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 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 在位时间长 诸多因素产生的合力推动封建统治出现盛事 汉武帝的历史工业 可以简单地用文治武功四个字来概括 文以治国 武以安邦 便是汉武帝成功的奥秘 1.文以治国 汉武帝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 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实行了一套因适应多所设施 新造工业所需要的政策 主要有 1.举贤良民教化 汉朝在武帝以前 建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 武帝即位不久 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事 建元元年五月 武帝照贤曰曰 贤良民于古今王室之体 受策查问 贤以书怼 注之于篇 朕亲懒言 这一次 董仲书和公孙红 都已至春秋被建举 董仲书在对策中 提出使朱烈侯二千旦 各则其利民拦者 遂供各二人的主张而被采纳 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元 对象有利有民 岁举人才 统称为贤良或贤者 实际上包括才能之事和得财之事 建举时 如果侧纵在某一方面 则又称为举茂财 孝莲等 查举制度出行时 有些郡国实力不行 武帝又下诏督责 据汉书记载 自建元元年至元丰五年 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 极有六次 各方面突出人才的 涌现和任用 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 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 民教化则是通过倡导 劝勉的手段 统一人们的思想 造成忠于封建王朝 恪守封建刚纪 沦常的社会风气 建元元年 武帝下诏说 古之立教 乡里一尺 朝廷已决 邪士岛民 莫善于德 提出在乡间和朝廷 遵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 武帝又将民教化 与举贤良结合起来 按照封建刚常伦理标准 建举的人才 既能为封建政权服务 又能作为乡里的表率 为了切实达到民教化 武帝还采取了心态学 俊国学等具体措施 2.上法尊儒 上法尊儒是五帝统治国家 驾驭群下的根本政策 上法尊儒是把提倡 仁义道德与依靠 严实刑法结合起来 尊儒的目的是为了民教化 即用儒家学说 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五帝继位第二年 便采纳丞相魏婉的建议 对所举贤良中 由法家纵横家之言的 一律罢去 任命好儒学的窦英为丞相 田坟为太位 赵婉为御史大夫等 而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 把赵婉王脏下狱 又逼五帝将窦英田坟免职 但窦太后死后 五帝立即任命田坟为丞相 大批征召儒生 董仲书建议 今师义道仁义论 百家书方 知义不同 是以无义持义统 法之数便 下不知所守 臣予以为 诸不在六义之科 孔子之数者 皆觉其道 物始并尽 邪匹之说灭惜 然后统治可义而法度可明 明知所从矣 五帝采纳 董仲书这一建议 确立霸触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策 儒学 具于独尊地位 成为此后 整个封建社会 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这一政策的实行 虽然不可避免 产生束缚人们思想 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 但对于巩固 统一的封建国家 传播封建文化 起了重要作用 尊儒与上法相结合 实质是把君王的权术 和严施刑罚 作为根本手段 不过是用儒术 加以修饰而已 这正是 汉武帝治国之创举 三 推恩薛藩 武楚七国之乱后 汉景帝把诸侯任用官员的权力 收归朝廷 王国治权虽减少 但拥帝人大 依然能够成对朝廷的威胁 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武帝采纳主赋衍的建议 下推恩令 使诸侯得以将义户分封子弟为列侯 由皇帝制定这些侯的名号 按照汉制 侯国隶属于郡 地位于县相当 推恩令下后 王国纷纷请求分议子弟 于是 藩国始分 而子弟必侯矣 朝廷不行处置 而藩国自息 这样 王国侠帝不过树县 其地位与郡相当 诸侯王强大难治的问题 进一步解决了 随后 因淮南王刘安和崖山王刘次 被告谋反 武帝又制左官律和负义之法 严惩犯罪的官吏 严禁朝臣外赴诸侯王 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 从此以后 诸侯为得一岁十岁 不予正事 汉制每年八月 举行引咒大典 诸侯王和列侯 献咒金筑祭 元顶五年 汉武帝借口列侯所限 骤金分量和成色不足 夺绝106人 经过这一系列打击 诸侯王 列侯的势力大大衰落 此外 汉武帝还继续采取 迁移郡国豪富 惩治地方豪侠的措施 有效地打击地方势力 加强朝廷力量 四 经济政策 汉武帝与政治上 强化皇权的措施相一致 在经济上 实行治水免农 掩铁官营 军书凭准 耕钱造弊 算民告明 等一系列重大措施 汉武帝十分重视 新修水利 元光六年春 汉武帝采纳大丝农 正当时的建议 吊足数万 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 三百多里的直渠 引渭水入渠通黄河 贯填万余寝 其后 又发足数万 引焚水入河川渠 开发了五千寝荒地 后又开凿 由征县引落水到商严的龙首渠 灌溉万余寝土地 武帝也极为重视黄河的智力 元光三年五月 黄河在蒲阳 袍子绝口 一到东南 驻入巨野 则通淮河四水 泛滥成灾 武帝令主角都尉吉案 詹氏正当时 发足十万修赌 为果 元丰二年 武帝东巡 派吉人 郭昌 发数万人大治黄河 并亲临工地督促 陈白马玉碧 做袍子哥 绝口终于堵住 黄河恢复故道 此后几十年 不再为患 武帝提倡发展农业生产 任命赵过 为搜索都尉 推行二牛台康的 藕耕法 带田法 人力拽引梨座法等 征和四年 武帝寻行 齐鲁故地时 还耕于据定 公子示范 标示对农业的重视 同年任命 尤千秋为丞相 封为傅明侯 表不使民赋予的愿望 汉武帝在治水免农的同时 也规范了某些 极其重要的商业秩序 譬如原来 主盐野铁 不受法律限制 私人经营 使权力都落在 豪府 王侯和朝廷贵城手里 成为他们剥削农民 扰乱社会经济的工具 汉武帝把这些权力收归朝廷 实行盐铁官营 分别在产盐区设盐官 故宫主盐 在产铁区设铁官 经营财野铸造 发卖铁器 盐铁官同属于中央的大农 盐铁专卖 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摧毁了地方势力在经济上 对朝廷的压力 另外 军书凭准 也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 军书 是由大农派出几十个蜀官 到各个郡国 对各地因上交金师的货物 不再像过去那样长途输送 而是根据各地对货物的需要 沿途出卖 然后买回金师所需要的货物 凭准 则是在金师设立凭准官 统一掌管由天下运制金师的货物 根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 以求物价较为平稳 这样 大商股便无法囤积居齐 操纵物价 耕钱造币是汉文帝实行的一种重要经济政策 汉初 黄金以金为单位 钱中三株 称为假钱 文帝时 改筑四株钱 并准许诸侯王国筑钱 元首四年 武帝把筑币权收归朝廷统一 筑造五株钱 严禁地方和私人筑钱 当时规定使用三种货币 皮币 用一尺剑方的白鹿皮制成 边缘绣有花纹 值钱四十万白金 分为圆形 有龙形图案 面值三千钱 方形 有马形图案 面值五百钱 椭圆形 有龟形图案 面值三百钱 三株钱 次年改筑五株钱 规定由上陵三观 专注 五株钱的法定面值 与所含金属量的实际相符 工艺高潮 防造极难 而且主要的筑钱原料 铜为国家垄断 私塑者无力可图 五株钱通行天下 其他钱币一律废止 自此 铸造钱币也为国家专有了 算民与告民是汉武帝制定的税收制度 算民是汉代所行的税法之一 对商人 手工业者 高利贷者 和车船所征的赋税 客税对象为商品或资产 民钱为继税单位 元首四年 五帝下令初算民钱 严师谷注引李匪曰 民私也 以贯钱也 以贯千钱 初算二十也 据汉时时货志下记载 诸古人为作世代买卖 居易积附诸武 吉商以取利者 虽无是吉 各以物自占 率民钱三千而算一 诸作有租集注 率民钱四千算一 商股人摇车二算 传五账以上一算 责令商人自报财产 臣报不实者 罚戍边一年 财务没收 告民是指告发富户隐匿财产 逃漏税款的赋税制度 实际库利列传 初告民令 豪强并肩之家 张首杰正义 五帝伐四仪 国用不足 故税民田宅 传圣 续产 奴婢等 皆贫作钱数 每千钱一算 出一鸣 古人被知 若饮不睡 有告知 伴与告人 于伴人 官 结果 很多商人被没收了财物 田宅和奴婢 算民 告民 带有侵夺商人利益的性质 但政府得民财以异计 从大局看 加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缓解了财政危机 汉武帝利用国家力量 抑制了大商人的兼并和投机活动 又增加了朝廷的经济收入 他对商人的政策取得了成功 汉武帝的吴以安邦 并不是他的统治受到了威胁 而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主动出击 不仅旨在消除少数民族 对边境的侵扰掠夺 而且带有一种开疆拓土的性质 这主要表现在 一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 武帝初年 继续实行文警之事 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但不久 武帝即着手准备 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元光二年 武帝采用燕门富豪聂仪计谋 武帝采用燕门富豪五仪 武帝采用燕门富豪聂仪计谋 命虐诈降 汉三十万大军在马懿设服 准备一举消灭匈奴主力 后被发掘未果 元光六年 武帝开始派军队进攻匈奴 从此三十余年间 双方多次发生战争 其中最大的有三次战役 元硕二年 匈奴入侵 汉派魏清率大军出计 北抵高缺迂回至陨西 击败匈奴的楼梵王白阳王 收复了河南地 设置朔方郡武元郡 并从内地移民十万到那里定居 元首二年春 武帝派霍去病率师远征 霍去病带兵出陨西 过燕祁山 袭入匈奴境内千余里 同年下 霍去病由北地出击 又越过居炎泽 攻至祁连山 匈奴魂邪王率部降汉 汉政府在河西地区 先后设立五威 九泉 张叶 敦煌四郡 元首四年 汉发骑兵十万 令魏清获去病 率军分别从定乡 带郡出击 预约会师掘墨 匈奴禅于以金兵带墨北 被魏清击败 顿走 魏清 北至至阎山 赵信城 霍去病出带地两千余里 风狼居序山 临汉海而还 匈奴经过汉军这几次沉重打击 匈奴主力向西远席 漠南无王庭 此后再无力进行严重骚扰 至征和三年 五帝派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赛 军拜投降匈奴 汉军士族死伤数万 此后汉不复出兵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 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的威胁 基本解除 中原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 在边疆地区的传播 有利于边地的开发和发展 2.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 汉代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 今日新疆及其以西地区称作西域 汉武帝史西域有36国 以后分为50余国 各国语言不一互不同属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 从善善傍南山北 波和西行至刹车为南道 南道西于葱岭 则出大岳市安西 自车师前往沿沿北山 波和西行至书勒为北道 北道于葱岭则出大碗康居烟菜烟 岳市原是河西游牧民族 被匈奴锁攻 西迁聪灵以外 武帝听说岳市有报复匈奴之意 建元三年便派张迁率一百多人 向西域进发 途中张迁被匈奴俘虏 扣留十余年 后设法逃去至岳市 岳市已无报复之心 张迁遂余而还 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 张迁这次通史 亲到大碗大夏大岳市康居 又传闻毗邻的六个大国 历史十余年 介绍了汉朝情况 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资料 元首四年 武帝又派张迁出使西域 张迁到了乌孙国 又派副使前往大碗康居 大岳市 大夏 安西 深渡 榆田 及朱旁国 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 随副使到长安 开启了西域各国 与汉朝交往的时代 三 汉与西南移 东欧 南越的关系 西汉时 在经四川西部 西南部 贵州西部 云南省 即甘肃南部一带 分布着许多语言 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 当时称为西南乙 秦时 巴蜀与穷 左 染芒已有交往 建元六年 武帝派唐蒙 由蜀出使夜郎 汉朝在此建立钱为郡 武帝又派司马向儒 出使穷 左 新设置石余县 蜀蜀 元顶六年 汉兵从属南下 攻下且兰 设置脏科郡 夜郎入朝 汉又以穷都为月归郡 左都为沈俄郡 元首二年 武帝发兵临颠 降颠王 以齐帝为义州郡 武帝开通西南移 和设置各郡 加快中原先进文化 向边地的传播 推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社会的发展 武帝时 东南地区居住着月族 包括敏月 东月 南月 敏月王 吴朱 月东海 王瑶 都是月王 勾建的后代 建元三年 敏月王发兵 攻东欧 武帝遣庄仲发快计兵 辅海救治 未至月兵退 冬月 请举国喜中原 千四万余众到江淮间 建元六年 敏月王即冬月 武帝发兵救助 敏月王帝 于善 沙王已降 于善被立为冬月王 后于善又与南月勾结 被月瑶王居谷所杀 汉朝将东月居民 袭居江怀奸 建元三年 敏月王派兵击南月 武帝命严柱率汉军救援 六年 严柱又受命出师南月 南月王太子殷桥 宿述长安 后因其之子赵兴 继位为南月王 尚书五帝 诸笔内诸侯 三岁一朝 除边关 南月向吕家起兵返 杀赵新太后 及汉使中军等 元鼎五年 武帝派陆德伯 杨仆等率军 工人南月 扶吕家等 越人贵族 受汉封为列侯 南月的桂林间居翁 也预告西欧 四十余万户口 一起归汉 汉引南月 西欧 及其相邻之地 设立丹尔 珠牙 南海 苍武 玉林 河浦 焦旨 九真 日南等九郡 汉初 朝鲜王满吉 与汉朝有藩属关系 汉武帝还因朝鲜王 卫右渠 袭杀汉辽东东部都尉 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 卫右渠被他的大臣所杀 汉政府在卫士统治区设立 真帆 臣藩 林屯 勒浪 玄兔四郡 汉武帝刘彻的伟大之处 不仅在于以他的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 创造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势 这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封建帝王来说 是难能可贵的 六 相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为负谁之 短命皇帝王莽 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 屈己下人 勉励而行 从而博取名誉 赢得了家族称赞 他具有孝友的信心 老师朋友赞许他具有人厚的品德 等到他登上高位 辅佐朝政 在成帝哀帝的时期 为国家辛勤工作 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 一举一动 常常被人们称道 王莽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正如白居一诗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下世时 相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为负谁之 毛泽东读到此诗时 感慨万分 人只有到死 才可以论定他的公罪 王莽小传 王莽自聚君 其先祖为战国齐田氏后裔 汉初改姓王 他的曾祖父王赫 武帝时做过秀医御史 因为性情宽和 不是杀戮而被免关 习居魏郡元城 祖父王敬 少时在长安学习法律 后来当上庭位时 于是便在长安安家 王敬有四女八男 四女王正军 为汉元帝皇后 生成帝 长子王凤 次子王蔓 及王莽之父 当王莽降生的时候 他的姑母王正军 已经做了四年皇后 凭借这层殷亲关系 王室宗族已经在汉朝中央和地方 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 晋宁元年 汉元帝去世 汉成帝刘奥利 生母王正军被尊为皇太后 王凤做了大司马大将军 领上书士 王莽的其他叔父和兄弟 也都封侯或绝 声势宣赫 不可一世 唯独王莽父亲王蔓早死 没有得到什么荣宠 因此王莽少时 在王氏族中较为孤贫 而他的童宗兄弟 皆争为奢侈 路遗珍宝 四面而至 后庭姬妾 各树诗人 童奴以千百树 罗忠沁 五正女 坐昌幽 狗马持足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莽 却没有通流合污 他摒弃声色 处处屈己下人 恭敬简朴 他拜当时的 名儒佩俊人 陈参做老师 孜孜不倦地 恭读金书 勤身博学 被俘如如生 在家中 他恭敬地 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子 教育王兄留下的侄儿 另一方面 王莽在社会上交接一些民事俊杰 对家族中的伯父 叔父 更是小心侍奉 杨朔三年 王凤生病时 王莽在测试后 不离左右 亲自为王凤尝尝药 一连几个月 弄得蓬头垢面 睡觉也是合一而睡 王莽的殷勤 博得了王凤的好感 王凤在临死时 还嘱托元后和汉成帝 授予其官职 就在这一年 王莽做了黄门郎 不久生为社生校尉 王莽外交民事俊杰 内侍诸伯父叔父 使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永始元年 他的叔父成都侯 王商向汉成帝上书 表示愿意分出自己的一部分封地 赐封王莽 还有常乐宫少府戴崇 市中金社 胡继校尉姬鸿 上古郡都尉杨并 钟郎陈汤等一批知名人士 都在汉成帝面前替王莽说话 汉成帝也认为王莽贤能 因此封王莽为新都侯 新都侯国建在南阳郡新野县的城郊 有居民一千五百户 不久王莽又被提升为 既都尉 建光禄大夫 家世忠贤 由此 王莽便成为经常在皇帝左右 颇有影响和权势的大臣 王莽官阶职位 越尊贵 态度作风 越谦功 他分散车马衣服 施舍救济宾客 家里不留多余的 他有收罗民事 结交将军 宰相 亲大夫之类的众臣 所以当权人物更加推荐他 社会上的知名人士 也替他宣扬称道 王莽的民声传遍朝廷内外 超过了他的伯父 叔父们 在声誉日龙的情况下 王莽更时常做出一些 孤民钓鱼的事情 即使有时暴露出 他的虚伪作作的本色 他也处之泰然 毫无愧色 王莽的哥哥王勇早年去世 留下一个儿子叫王兴 王莽让王兴 跟一位儒学博士学习 并亲自请假带着酒肉 去慰问他的老师 赏赐遍及王兴的同学 引得许多儒生在周围看热闹 老人们在旁边 对王莽嘖嘖称赞 王兴的年龄 比王莽的儿子王宇小些 王莽让他们同一天娶妻 在宾客银门 公筹交错的研习上 忽然有仆人来报告 王莽的母亲病了 王莽几次离席 到后堂探视 并服侍其母用药 王莽大笑的美名不禁而走 还有一次 王莽秘密的买了一个女奴 他的兄弟们便有了些议论 王莽得知后 便煞有介事地对他的兄弟们说 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 我听说这个姑娘会生儿子 便特意替他买下来的 当天 王莽便把女奴送给了朱子元 王莽引擎求民 声誉余日俱增 不久 他把目标瞄准了 大司马大将军之职 随和元年 王莽的叔父 正座大司马大将军的王根 并重离职 而王太后的外甥 淳于长位列九卿 名位都在王莽之上 成为王莽的最大竞争对手 王莽为了击败对手 他处心积虑地 搜集到淳于长的罪过 通过王根 向皇太后王正军汇报 淳于长伏法受诸 三十八岁的王莽 拔出铜列 即四父而辅证 王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他想要使自己的名誉超过前人 便不知疲倦地刻己奉公 聘请许多贤粮充当办事人员 将皇帝给他的赏赐 和封义的收入 全部用来款待世人 自己更加简朴 他的母亲生病时 满朝公亲大臣 都遣其夫人前往探室 王莽的妻子 短衣不群迎接 以致这些贵夫人 都把王莽的妻子 当作他家的奴婢 王莽辅证一年之后 成帝驾崩 埃帝留心即位 由于埃帝外戚 随着新皇帝的登基 大量的涌进朝廷 与王室外戚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 逐渐尖锐起来 王太后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 便下诏让王莽离职就地 王莽心里很不愿意 但又不敢违背 姑母王太后的旨意 只好上表起退 埃帝不敢得罪王莽 便下诏挽留 于是王莽依然掌握着 大司马大将军之印 但埃帝的祖母 傅太后和母亲丁姬的外戚集团 已公开向以王莽为代表的 王室集团挑战 高昌侯董红尚书 提出了母以子贵 丁姬 一上尊号的奏诣 以取魅于埃帝及其母族 王莽立即反击 他亲自出马 纠合大将军诗丹 弹劾董红误国不道 后来 魏阳宫内举行宴会 内侍安排傅太后 坐在太皇太后旁边 王莽知道后 下令撤去傅太后的尊位 并指出 原因是他只是藩王太后 没有资格与太皇太后 平起平坐 傅太后知道这件事后 十分恼火 拒绝参加宴会 于是更加恼恨王莽 王莽再一次上帝辞成 想向傅太后 证明自己 权倾朝中 是不好对付的 但这一次 王莽万万没有想到 埃帝果真来了个顺水推舟 给王莽加上一些虚假的荣誉 和给一笔丰厚的赏赐 让他在金中闲居 三年之后 又借故 遣他到自己的封顶南阳 从此 他闭门不出 开始了为时六年的折居时期 埃帝为了进一步打击王室外戚集团 下诏令王根离京 把王商之子 成都侯王矿 免为庶人 同时还罢免了 王根和王商引荐的官吏 一时 王室外戚集团的朝廷势力 大大削弱了 王莽不甘心失败 他身居南阳眼观惊失 犹如一只双爪暗地的猛兽 随时做好搏击的准备 他在南阳结交各级官里 又不失时机的列取名声 他的儿子王霍杀死了一个奴仆 王莽责令王莽自杀 王莽对新都相恐休百般拉拢 使他赢得了忠于朋友 爱护奴婢的声明 而王莽的党羽们不断地为王莽喊冤教区 为他重返庙堂大造舆论 袁寿元年 贤良 周护 宋崇等借日时对策 向埃帝上书 为王莽大唱赞歌 埃帝鉴于舆论压力 只得以事后元后的名义 让王莽重返京师 到第二年六月 埃帝病逝 没有子嗣继承皇位 傅太后和丁太后都已去世 太皇太后当天坐车前往魏央宫收取玉玺 派遣使者飞快去召见王莽 并把军政大权为以王莽 王莽重掌大司马大将军之职 王太后和王莽立中山王流眼为帝 王太后临朝 王莽以大司马名义 独揽大权 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罗知罪民破令孝承赵皇后 孝挨父皇后自杀 并把丁妇两家外戚 及其亲族一律赶出京师 又积极拉拢大司徒孔光 提拔孔光的女婿 甄韩担任凤车都尉 凡朝中大臣不为王莽所用者 皆捏造罪名予以打击 即使是她的叔叔王莽 王莽也不放心 她挟持袁太后打发王莽 回到自己封地去了 从此以后 朝廷上下对王莽的所作所为 几乎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王莽开始实现她更大的野心 她指使她的党羽 向王太后邀功 太后委任大司马王莽 决策拥立新皇帝 从而安定了国家 以前的大司马霍光 有安定国家的功劳 增加封义三万户 并且规定子孙 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 她的爵位和封义 比照肖像国一样 王莽应当比照霍光的成立受封 王太后询问三公九卿的意见 大家异口同声地要封王莽 为安汉宫 王莽尚书把功劳归结为自己 与孔光 珍寒等集体的功劳 并要求将他们加以赏赐 而不要归功于他自己 于是王太后下诏赐封 王莽托辞害并不受 后来在王太后和大臣们的要求下 王莽授封安汉宫 并出任太父 其他一切依照汉初肖 肖像国成立 这一天 王莽装作成皇成孔的样子 不得已才上朝接受册封 他接受了安汉宫的称号和太父的职位 却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后代 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爵位 封义这两项赏赐 并假惺惺的发誓说 只有全国老百姓都丰衣足食了 他才考虑接受赏赐 王莽名为安汉宫 而在骨子里却怀着 急不可耐的篡汉的热望 但王莽毕竟是聪明人 表面上他还是千方百计地 追求安汉宫的荣誉 为了取得人心 王莽建议朝廷恢复了一批 汉宗氏后裔的王位 封汉兴以来的功臣后裔为列侯 官内侯 又上尊宗庙增加礼乐 下会百世世民观寡 恩责之政无所不失 对于姑母太后 王莽总是不厌其烦地 用歌功颂德的办法讨她欢心 同时又以保护健康的名义 悄悄地承袭袁太后的权利 她指使其爪牙上书王太后 说太后至尊 不宜操劳过度 一些小事就不必亲自处理 因此王太后便将考核官里的大权 交给了王莽 这样一来 她的权利和国君差不多了 王莽为了讨王太后的欢心 便想方设法使王太后 列取爱民和节俭的美名 她让王太后下一个一增一 颇损善 已是天下的赵令 紧接着自己第一个带头响应 愿意出钱一百万 献田三十请 交给大司农去救济平民 于是各级官僚闻风而动 王太后节俭爱民的美名 轻动朝野 王莽也获得了忠孝之名 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 王莽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平地 王莽是在王室外戚集团专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她最清楚自己的权利与她作为皇后的姑母王政军的关系 于是她向王太后上书建议替平地选后 王莽的女儿在备选之列 但王莽又假惺惺地上书道 自己没德行 女儿资质低下 不是一座皇后 王太后以为王莽出于诚意 便下诏应允 这可急坏了王莽 幸而王莽的党语学骗般的上书 改变了王太后的主意 听凭公亲大臣去选取王莽的女儿 王莽十四岁的女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 王莽与刘姓王朝又多了一层深厚关系 成为当今皇上的泰山大人 于是那些围绕在王莽周围的爪牙们 更加对她阿谀奉承 大司徒陈崇寝人代写了一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文 上奏到王太后那里 奏文称 王莽是伟人 历代的伟人不能与她比肩 后世的英雄豪杰 无法望其向背 最后还要求王太后 移挥公国 令如周公 建立公子 令如薄秦 王莽以为经过她多年苦心经营 已经是朝野清新 爪牙密布 占据要职 她代汉自立 将是易如反掌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 祸起萧强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出来反对她 一次发生了让王莽心惊肉跳的吕宽案 王莽引力中山王为帝时 鉴于哀帝登基后自己所受的挫折 深怕平地外戚随之入朝会对她的善权造成障碍 于是坚决阻止平地外戚入京 王莽的儿子王宇 反对王莽隔离平地外戚卫士家族 怕平地长大后会怨献 便私下派人和平地旧父 未保通信 告诉平地的母亲 打报告请求到京都来 王莽知道后 当然不答应她的要求 王宇见此法不行 便与她的老师吴章和内兄吕宽商量对策 吴章认为王莽不可能规劝 然而相信鬼神可以制造怪异使她害怕 吴章在乘机劝说她让平地外戚进京 于是王宇让吕宽于夜晚拿血涂洒王莽的住宅 不料被王莽家守门的小力发掘 王宇被迫自杀 王莽更是暴跳如雷 幼至吕宽之罪 凡王莽认为异己者 一律只为吕宽党羽逮捕下狱 吕宽之案平息不久 王莽又打起以周公故事封赏自己的主意 最后 王太后于原始四年 加封王莽为载衡 为上宫 给她增加属原和卫士 并相应地封赏她的母亲 夫人和儿子 王莽得到载衡的名号之后 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笼络地主阶级和各类知识分子 原始四年底 王莽在京师兴建名堂 辟雍和灵台 给学员建筑宿舍一万间 举办商场 长满仓 同时在太学设立月经博士 增加博士名额 每一经设博士五人 又广泛收落全国具有卓越才能的世人 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 不久王莽又加封酒西 寻行的风俗使者 从全国各地带回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歌谣 王莽自名得意起来 他的下一步是要登上九五之尊位 元十五年 平地害病 王莽感觉到平地是自己的威胁 用一杯毒酒把他送上西天 本来王莽可以直奔龙椅 难免撑孤 但为了隐瞒镇帝一案 他决定先立一个名义上的小皇帝 作为自己的过渡 最后立宣帝玄孙 广汽侯刘英为帝 当时刘英仅两岁 不久 在平地葬仪的哀乐声中 要求王莽应天成命做皇帝 从此接二连三 绵绵不绝 居设元年 王莽开始做起设政皇帝 如子英为太子 王莽毕竟是篡汉自立 至此成为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 各地以维护和恢复刘氏政权为名 而举起反抗王莽的旗帜 而王莽的爪牙们却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 之所以有人敢造反 是因为王莽的权力太小 应该提高他的权位去振服全国 王莽自称假皇帝 但也没振服各地的反抗 在大军镇压下 王莽便在爪牙们的一片欢呼声中 窃取了刘氏的权力 公元九年王莽举行隆重登基典礼 建立新朝 王莽依靠裙带关系 用欺骗手段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 原地以后 由于政治腐败 外戚跋扈 官吏贪保 地属豪墙横行于乡里 土地兼并欲趋激烈 汉墨奴婢人数积聚 成为生产上的沉重负担 人民在重压下逃亡和反抗 带来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而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 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 阶级矛极端尖锐 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王莽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垂危命运 巩固自己的统治 不得不考虑将统治制度改弦一辙 王莽依照周理设计了一整套 对社会进行复古改制的蓝图 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土地兼并 所引起的问题而制定的王田政策 另外 针对思绪大量奴婢 而制定的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 此外 还制定了五军六管 货币改革等工商财政经济政策 以及多如牛毛的治理作业措施 王田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 是王莽试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以稳定封建统治的根本措施 始建国元年 王莽颁布王田制的诏书 在诏书中 王莽痛斥秦汉以来的土地兼并之害 提出了他的军田理想和军田方案 尽管王莽一开始就以严酷的法令 强制推行王田政策 但由于他既不符合客观实际 又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更加上豪族地主的反对 这个政策很快便终止执行 王莽在搬行王田制的诏书中 与痛斥土地兼并之害的同时 也严厉谴责奴婢制的惨无人道 因此他下令改称奴婢为私属 并禁止买卖 民充的改变 意味着奴婢社会地位的提高 禁止买卖 则是为了防止奴婢人数的继续扩大 由于王田制的失败 他的新奴婢政策也就无法实现 天凤四年 王莽又实行一种欲尽于争的政策 对奴婢征收算负 以限制和减少奴婢的使用量 始建国二年 王莽颁布六管令 对工商业经济活动进行管制 即盐 铁 酒由政府实行专卖 货币同也由国家专营 名山大则由国家管理 武军奢戴由国家经办 他的目的是要 其重数亿并肩 即限制富商大股的投机活动 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 同时也是为了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前提下 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在王莽众多的经济改革措施下 货币改革是最混乱最荒唐的一种 从居社二年 他宣布第一次货币改革起 至帝皇四年王莽灭亡 十多年间 他四次下召改革货币 五次下召重申货币改革的命令 和禁止民间私住货币的严刑库法 而每次改革 差不多都是以小以大 以轻以重 运用政治权力 加强对人民的剥削 屡改避制 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 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王莽的改革措施没有收到成效 国内矛盾重重 而他又制造民族纠锋 挑起边境战争 王莽派遣他的所谓 五帝之始赴各地 普天之下 弃于四表 弥所不至 他们在内地敲诈勒索 大肆骚扰 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 又故意制造事端 他们到匈奴蝉鱼宫廷以后 授予蝉鱼新的印信 把喜改成章 并把蝉鱼喜当场垂个粉碎 并将蝉鱼喜当场垂个粉碎 蝉鱼大怒 出兵进犯内地 王莽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 反而变本加厉 给匈奴蝉鱼 以心的侮辱 将其更名为 降奴服鱼 同时调动军队 于是建国二年冬 发动大规模的 对匈奴的战争 结果 只能是劳民伤财 无功而返 反而加剧了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 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分配 必然进行无穷的民争暗斗 由于王莽的政权 是以篡夺手段取得的 因而 他与刘汉贵族的矛盾 始终难以调和 公元九年四月 当王莽还沉醉在 登基典礼的欢乐中时 发生了汉宗氏刘快 反对王莽的起兵 他打出的旗号是 恢复汉氏 这是王莽深深地赶到 刘汉王朝的魔影 还有相当的号召力 针锋 王顺 刘昕三人 是王莽手下 主持行政 军事 舆论 等方面的大爪牙 为王莽篡汉立下了汉马功劳 自从王莽做上了皇帝 王莽便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于是便拿他们一个个开刀 从此以后 王莽变得更加狐疑诚信 时刻提防臣子的暗算 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员 总是处处防范 层层监视 进一步造成王莽统治集团内部的 离心倾向 而王莽为了防止大权旁落 臣子专权 就把所有的政务都揽在自己身上 王莽事故成痞 浩大喜功 时常改变制度 政令繁多 刑罚刻苦 下官应办的事情 不反复问个明白 谁也不敢自作主张 贸然行事 结果造成行政体制几乎陷于瘫痪 新朝建立之后 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非但没有解决和缓和汉末以来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反而使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他挑起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 把沉重的负义 加在已被榨干了血汗的劳动人民身上 他有大规模迎见东都洛阳 在长安修建壮丽至极的酒庙 再加上水汗黄灯各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 劳动人民酝酿已久的大起义 如火山一般的爆发了 向王莽的新朝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起义队伍主要有两支 赤梅军和陆林军 公元23年昆阳大节 农民军消灭了王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王莽的垮台已成定局 各地的地主阶级野心家乘积而起 他们混迹于农民起义队伍之中 窃取了农民革命队伍的领导权 陆林军的相当一部分 被刘秀改造成南洋豪族地主集团 重建封建王朝的工具 王莽政权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和地主阶级武装的打击下 风雨飘摇 朝不保夕 王莽重判亲离 连自己孙子也反对他 公元23年10月 其义军攻破长安城 王莽在战乱中被杀死 毛泽东评点 关于王莽变法 汉时一般做使的人 饭业 班固 班超等 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 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 把王莽说得怎么坏 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 我们现在研究王莽 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 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 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 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均土地 而他先节制田地 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 诸多不利于己 欲寻意代表本身利益之人 起而代之 而刘秀遂于事实起来了 畅人心思汉 以迷惑一般人之木耳 盖英王莽代表农民利益 不得地主阶级拥护 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 故取得最后之胜利 要奋斗到底 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从前有一首诗说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下世时 像是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赴谁知 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定论 就是说 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 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 人家一定会给他一个奸臣的头衔 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躬的时候死了 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 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 那两个人究竟数好数坏 我们不论 然而他说明了 人只有到死 才可以论定他的公罪是非 建赏 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 屈己下人 勉励而行 从而博取名誉 赢得了家族称赞 他具有孝友的信心 老师 朋友 赞许他具有人厚的品德 等到他登上高位 辅佐朝政 在成帝哀帝的时期 为国家辛勤工作 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 一举一动 常常被人们称道 王莽的行为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正如白举一世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下世时 像是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赴谁之 毛泽东读到此诗时 感慨万分 人只有到死 才可以论定他的公罪 王莽明明很早就决定了 篡汉自立的既定目标 但在真正实行待汉之前 他却一直千方百计的 把自己打扮成汉室的大忠臣 他每前进一步 都从他的姑母王太后那里 夺取汉朝廷的一些 最重要的权利 但每一次 他都能把窃夺权力的行径 说得冠冕堂皇 光明正大 既和古训又服金情 既成天意又顺民心 对待封建道德信条 他总是在表面上 口头上恪守 而实际上是在巧妙的 甚至是明目张胆的 对这些信条加以亵渎 而且还给这些 亵渎封建道德的行动 为世上封建道德的圣洁花环 他以忠去闻试窜 用孝去闻试利 用仁义道德去闻试 难道女昌 要不是王莽最后篡汉自立 或许后世之人 还真会以汉室大忠臣 来赞扬他 王莽代汉立新 之所以顺利的获得成功 并非仅仅因为 王莽的欺骗和狡诈 最重要的原因 是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 造成了地主阶级 对改朝换代的向往 而王莽执掌 汉朝廷大权后的所作所为 使他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 在经过哀帝时期的混乱之后 地主阶级的各阶层 几乎都把稳定封建秩序的期望 寄予王莽 王莽当政以后 大量增加博士弟子的名额 光剑辟庸 学舍 征兆异能之士 通过这些方法 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仕途 王莽就在很大程度上 扩大了统治基础 对于汉朝的宗室贵族 王莽也用爵位利路进行收买 公元五年 王莽一次在宗室贵族中 封了三十六个猎猴 其余也各有赏赐 因而相当一批 汉宗室贵族 把王莽当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表 王莽在长安城储备大量穀物 这对于那些在水旱灾疫相继的岁月里 因股价昂贵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城市老百姓 无疑是一种恩赐之举 由于王莽采取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措施 的确赢得了整个地主阶级 几乎所有阶层和集团的拥护 因而他篡汉自立 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对于王莽的评价 中国封建社会一向以曹莽并称 曹操和王莽历来被看作乱成贼子的典型 而王莽所遭受的唾骂更甚于曹操 其实王莽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因占有一席地位 君田制是王莽提倡的 他注意农民问题 王莽的王田政策显示了他对土地问题的认识 他看到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是当时阶级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根源 正是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大批自耕农的破产 造成了地主阶级大量奴役电农的可能性 造成了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 王莽的这个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他采取的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 而代之以封建的土地国有并禁止土地自由买卖 据此可以认为王莽代表了一定的农民利益 他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刘秀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对 这似乎有点言过其实 王莽实行王田政策 确实对农民有利 但王莽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所代表的是豪足地主利益 企图通过此项改革 把全国土地变成自己一家一姓的私产 更重要的是 他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因此其王田奴婢政策的失败又是必然的 王莽实行的五军六管政策 显示了他对封建国家控制垄断生产必要性的认识 但是由于王莽实行此项政策的基本目的 是把富商大股的利益绝为己有 而同时又借用昔日富商大股主持此项政策的推行 这项政策最终也就变成残民害物的政策 他的货币改革使得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 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崩溃 王莽的新潮在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富王 自己也落得个千古骂名 他的改革却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7.江山从归汉 天下再姓留 东汉光武帝刘秀 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 两次引用这个已若胜强的战力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用来说明作战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 后发制人 因而获胜的道理 阐明了战略防御原则的重要意义 在《论持久战》中 则用来说明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 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 从而导致战争不同的结局 他还在读南史维瑞钻石批诸道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 刘秀和维瑞周瑜一样都有大将之风 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刘秀小传 是祖光武皇帝 明秀自文成 南阳郡蔡阳县人 是汉高祖刘邦第九代孙子 刘秀出自汉锦帝刘起一只 锦帝生长沙定王刘发 刘发生子冲林结侯刘买 买生玉林郡蔡首刘外 外生巨鹿都尉刘回 回生南顿县令刘亲 亲生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九岁时死了父亲 由叔父刘良抚养 身材高大 漂亮的胡须和眉毛 大嘴巴 高鼻梁 额头饱满如日 勤于农根 而哥哥刘衍刘博生 好任侠仰视 常非博光武帝从事农业劳动 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刘喜 汉光武帝刘秀 是东汉王朝的建立者 公元25至57年在位 西汉末年 王莽改制 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 刘秀和哥哥刘衍 发动宗族宾客 联络附近的地主豪强 怀着副高祖之夜的志向 打着恢复汉士的旗号 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起义军 不久 他们与陆林军合纵 刘秀在起义军战胜王莽的军队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12年的战争 刘秀薛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中原二年春季 正月初八 开始在京城北门外建造皇帝祭所 祭祀地神 东方蛮夷 窝奴国国王派使者进贡 二月初五 光武帝在南宫前殿逝世 享年62岁 毛泽东评点 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刘秀是大学士 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光武会犹太学 习尚书 南阳为古婉县 三国时曹操与张秀 与此城发生争夺战 后汉光武帝刘秀 会与此地起兵 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 创立了后汉王朝 民间所传28秀 及刘秀的28个主要干部 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 西汉 高 文 景 武 昭等读起来较有姓位 东汉两头均无意思 只有光武可以读 敢以数万敌百万 有刘秀周瑜之风 当时的情况是 洛国抵抗强国 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 却同时是说的 战略防御的原则 中国战史上 和此原则而取胜的实力 是非常之多的 楚汉成高之战 新汉昆阳之战 元曹关渡之战 无畏赤壁之战 无属怡灵之战 秦进肥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 都是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 后发制人 因而战胜的 剑赏 刘秀的工业有两个方面 1.完成统一大业 西汉末年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土地兼并恶性发展 无地农民 沦为奴婢的现象 日益严重 而官府政治腐败 赋税繁重 又欲连年灾荒 人民已经到了 难以存活的地步 公元八年 王莽篡汉自立 企图通过脱骨改制 消除阶级矛盾 解决政治危机 结果使得齐反 更加剧了阶级矛盾 不久 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 在各地爆发 其中纵横中原的陆林军 和威震山东的赤梅军 最为强大 王莽天凤四年 荆州地区大击 新市人王匡王凤 聚众数百人起义 南洋人马武 尹川 王长 武丹等 聚众归附 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千人 起义军 以陆林山为根据地 被称为陆林军 以后 这支起义军 又分成下江兵 和新市兵两股 在陆林军的影响下 公元十八年 狼牙人樊崇率众起义 很快发展到几万人 樊崇 为与敌军有所识别 个人用赤色涂眉 作为起义军的标记 估称赤眉军 陆林军和赤眉军 分别在中原和山东作战 陆林军和赤眉军 分别在中原和山东作战 在军事上造成了 对王莽统治中心 洛阳和长安的威胁 帝皇三年 刘秀到晚县去卖粮食 晚人李通 劝说刘秀起兵 这年冬天 刘秀和哥哥刘继 在冲林起市 发动宗族宾客 联络附近的地主豪强 怀着赴高祖之夜的志向 打着恢复汉士的旗号 组织成一个七八千人的队伍 称为冲林军 起义这年 刘秀二十八岁 这位年轻人 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在以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 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冲林军出战不力 不久与陆林军中的下江兵合纵 接着陆林军在笔水 尾扬两次打败王莽军 使陆林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 朱将帅认为 英历汉代皇族后代 南洋豪杰和下江兵主将王长等人 都认为刘衍是刘氏复兴的真主 但新式贫林军将帅 涉于刘继威名 拥立在贫林军中 做庚史将军的汉景帝 武士孙刘璇做汉帝 称庚史帝 建元庚史 国号人为汉 在庚史政权中 王匡为定国上公 王凤为成国上公 朱伟为大司空 刘继为大司徒偏将军 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实际领导权仍然掌握在 农民出身的 陆林军将领手中 更是政权建立后 一面派刘继刘秀等人 新兵北伐 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 政治号召 于是 海内豪杰纷纷响应 皆杀其牧手 自称将军 用汉年号以待照命 寻月之间便于天下 义军势力的迅猛发展 吓坏了王莽 他急忙征调四十多万大军 向义军进攻 当王莽大军集结在洛阳之时 刘璇的北伐军 在王匡 王凤 刘秀的指挥下 已经击溃王莽的先锋 沿游 陈茂之军 占领了昆阳定陵等线 而刘继与庚石主力正在围攻晚城 王毅率大军于六月从洛阳出发 准备去晚城维艰艾军主力 途中 王毅王巡自视宾多 不听言由陈茂的劝告 决定先攻破昆阳 再向晚城进发 被围于昆阳城中的义军诸将 在刘秀劝导下 决心以自己的八九千人 固守城池 与王毅大军对抗 刘秀命王凤王长守城 自己与宗挑李毅等十三人乘着夜色冲出城去 集合定陵朱银主力增援昆阳 当时王毅的大军把昆阳城围之数十宠 猎影百座 云车十余杖 看陵城中 旗帜避野 尘土连天 战鼓之声文数百里 刘秀率援兵来到昆阳城外 自带步骑兵千余人为先锋 在官兵前摆开阵势 王毅王寻根本没把义军放在眼里 命令各营 没有命令 不得擅自行动 只派数千人交战 在刘秀带领下 义军意气风发 已依当时连连向前推进 刘秀机智的传播 晚成已被攻破的消息 瓦解盲军士气 然后率三千赶死之势 猛冲敌营中间 中军一垮 全军溃乱 在城内城外义军的夹击下 莽军自相残塌 死者不计其数 昆阳之战 汉军击溃了王莽大军的主力 决定了王莽政权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 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 两次引用这个已弱胜强的战力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 用来说明作战双方强弱不同 弱者先让一步 后发制人 因而获胜的道理 闪明了战略防御原则的重要意义 在论持久战中 则用来说明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 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 从而导致战争不同的结局 他还在读南史维瑞传史批诸道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 维瑞和刘秀周瑜一样都有大将之风 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 刘夺取了晚成 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 于是刑事平邻的农民起义军将领 劝庚史帝刘璇杀了刘继 刘秀文训敢赴晚成谢罪 以此取得了农民起义军的信任 被封为破鲁大将军武姓侯 帝皇四年九月 新莽政权灭亡后 庚史帝北都洛阳 刘秀又行大司马市 不久他被派往河北地区政府周郡 四年五月 诸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 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 率宗族宾克子弟先后归附刘秀 成为他的有力之主 此后刘秀拒绝听从耕史政权的调动 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 扩充了实力 不久刘秀派武汉等袭杀庚史政权的上书谢公 与农民军彻底决裂 刘秀称帝后 军事上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消灭农民起义军 庚史二年冬 赤梅军西攻长安刘玄 途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立11岁的刘鹏子为帝 年号建业 由于刘璇大肆屠杀农民起义军将领 王匡于次年8月率部分陆林军投奔赤梅军 9月赤梅军与王匡军合攻长安 刘璇被杀更使政权灭亡 刘秀建夺取关中的时机已到 便派邓宇为前将军因兵西进 派寇巡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 派冯义为孟金将军 以据洛阳的诸委 更使三年正月 经过数月战斗 整个河东被邓宇占领 建武元年6月 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林 重建汉政权 不久定都洛阳 史称东汉 这一年刘秀年仅31岁 7月刘秀呈赤梅军逼近长安 陆林军无暇东顾之际 派吴汉为大司马公洛阳 9月诸委县城投降 至此 陆林军在关东的主力已全部被镇压 到公元27年2月 冯义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 击溃了赤梅军 刘秀亲率大军在夷阳破降赤梅军主力 樊崇 庞安等携刘彭子投降 这年夏天 原赤梅军首领樊崇 庞安等举兵又起被刘秀所杀 西汉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刘秀既已消灭了庚史和赤梅 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 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 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 当时张布割据山东 刘勇割据良帝 李宪割据于卢江 秦峰割据南郡 还有自保于河西的窦戎 称雄于天水的尾霄 称帝于巴蜀的公孙树 以及具有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 与匈奴相勾结的卢方等各派政治势力 以上几支割据势力虽然对中原的刘秀 刘秀形成包围的形式 但他们互不同属 各自为政 难以联合对付刘秀 于是刘秀决定采取 先取关东后宫龙鼠 游进吉远 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建武三年11月 刘秀向 刘秀向莱西问计 莱西献上连笼至鼠 西和东宫之策 刘秀加以采纳 刘秀便派他出使隆西 说服尾肖和刘秀联合 共同对数 后来 公孙树几次出兵进攻三府 截备汉隆联军击败 刘秀解除了后顾之忧 便集中兵力进攻关东 在关东 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勇 刘勇具有 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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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momencie 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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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秀 刘秀 刘秀 公孙树 割据渔阳的彭宠 为其家奴所杀 齐步投降 于是 北至幽艳 南至金香 次地平定 东方虽平 但西南与西北 还为他人割据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 公孙树 伟霄和卢芳 公孙树占据一州之地 吉京知四川 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 地势显祖 资源丰富 他北连伟霄 东杰 盐层 田荣 称帝剑号 一具刘秀 伟霄则具有安定 陵西 天水 武都诸郡 吉京甘肃东部地区 他南连公孙树 北杰卢芳 西通匈奴 枪武 朱枪 粮草充足 兵强马壮 静可以闯入关闪 退可以自保边陲 卢芳具有 金 晋 陕 西部和内蒙古一带 有匈奴坐后盾 面对这些割据势力 刘秀采取联合窦戎 夹击尾肖的策略 后汉书 窦戎传说 刘秀 闻何兮丸腹 递接龙鼠 长玉聚之 以逼肖术 窦戎曾参与镇压 赤梅 陆林起义 后归庚史 庚史败后 被张叶 武威 九泉 金城 敦煌 武部长力 推为何兮武郡大将军 拒进自保 建武五年 窦戎归赴东汉王朝 任梁州墓 建武八年 刘秀率重将 秦征伟肖 窦戎率部夹击 次年 伟肖病死 其将立其子 伟纯为王 十年十月 莱西等大破尾纯与落门 纯祥 隆右平 德龙望蜀 至此 东汉对割据八蜀的公孙树 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刘秀发两路大军公蜀 一路自北南下入蜀 由莱西率领 一路夙江而上 由武汉 曾鹏率领 建武十二年十一月 武汉 公拜公孙树 公孙树重伤身死 次日部将投降 巴蜀平定 割据安定的卢方 也于建武十六年归附 不久逃亡匈奴 这样 经过十二年的战争 刘秀终于 薛平群雄 完成了统一大业 刘秀曾经说过 政治天下 亦欲以柔道行之 所谓柔道 就是德政 这是光武隔除新莽必正 忠心汉事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 刘秀听取了主部的意见 查问民情 平反冤狱 释放囚犯 废除王莽时代 苛刻的法令 恢复了西汉的官民制度 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 接着 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宇 从洛阳徒步赶到叶城来入伙 邓宇向他建议 当今之际 不如延揽英雄 勿跃民心 立高祖大业 救万民生命 作为忠心大忌 在薛平群雄 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他用的仍然是柔道 冯毅率兵去攻打长安 刘秀嘱咐他 将军辞去 不一定要略地夺城 更重要的是 除暴安良 安定人心 鉴于西汉一朝诸侯纵横 全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教训 刘秀为了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 整顿励志 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刘秀鉴于西汉末年 尚未不行下专国民的教训 于是退功臣而尽文力 虽封功臣为侯 赐予优厚的绝路 但不给功臣实权实直 削夺他们的兵权 功臣除了任边将之外 多在京城 这就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 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 在朝执政的情况 对于外戚 在经济方面虽然优厚 但不让外戚干预朝政 对于宗室诸王 则谨封狭小国土 也严加控制 在行政体制上 刘秀一方面 进一步抑制王公之权 随至三公 事归台阁 由尚书点手机密 出纳王命 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 最后总览于皇帝手中 另一方面 又加强监察制度 提高御史忠诚 私立校尉 和不刺史的权限和地位 建五六年 刘秀将全国 共并省四百多个县 立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这些措施 强化了皇帝的权力 达到了总览权刚的目的 其次 发展生产 与民休息 刘秀采取了不少措施 安定民生 发展生产 减轻赋税 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建五六年 刘秀下令废除十一税制 恢复三十税一制 减轻赋税 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刘秀还大力提倡 新修水利 减轻和恢复战争 对农业生产的破坏 建五七年 又把轻车 骑士 财官 楼船士 及军甲力 遣散还乡 发行徒 屯田边境 以代替 争调数族 自建五二年至四年 前后九次下诏 释放奴婢 或提高奴婢的 法律地位 规定 民有被作奴婢 而愿意归随父母的 听其自辩 奴婢主 如果拘留不放 就依法治罪 对于没有释放的官司奴婢 也在法律上 给予一定的人生保障 规定杀奴婢的 不得减罪 治伤奴婢的 要依法治罪 又废除了奴婢 涉伤人 处死刑的法律 这些措施的实行 使大量奴婢 免为庶人 对于广大流民 返回农村 促进生产 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建五初年 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 只有十分之二 田野荒芜 到建五五年 情况已有所好转 土地逐渐得到啃辟 光武帝末年 在于户籍的人口 已达到两千一百多万 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刘秀默许农民 在起义中获得的土地 建五十五年 颁布废旧令 命令各州郡 检查墾田母树 与户口年龄时数 失败后 刘秀改用移民屯肯的方法 来缓解土地问题上矛盾 再次 尊贤下士 神话经学 刘秀不仅好学问 而且尊贤下士 他把尊贤看作是 国家治乱兴衰的大事 他对不是王莽朝的 学士名人 西伟召见 凡应征召见的 刘秀均轻功下问 量财受职 凡不愿为官的 刘秀也不强求 以礼相待 虚心咨询 刘秀是建太学 重于修建王宫 刘秀深知 儒学是封建统治的 重要思想武器 特别提倡儒家经学 并把图称神学 与之紧密结合起来 称原是 欲绝吉凶祸福的预言 慧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 秤惠神学 主要是把阴阳五行 用儒家伦理学说 搅合在一起 使之带上神秘色彩 更具有欺骗性 但他自身自有不可克服的矛盾 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 任意解释 往往末年 许多地主豪族起兵 都是利用秤惠作为歌剧称雄的思想工具 刘秀夺取政权 也利用秤惠制造舆论 统一天下后 遂极力宣扬秤惠 要求陈辽信奉 刘秀死前 更宣布图称于天下 命令全国都要信奉秤惠 秤惠学说虽然是不科学的 但在当时 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 起了一定作用 此外 刘秀还重视节俭 反对后葬的成规陋习 并为此专门下过诏书 更难能可贵的是 刘秀还反对吹捧 不准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总而言之 刘秀统治时期 政治稳定 励志清明 社会秩序安定 人民安居乐业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 东汉初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人口及肯田数不断增加 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 税收也随着增加 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统一 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中 逐渐走向繁荣兴盛 石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 称为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太学生出身 是历代帝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 他在往往末年起兵南阳 仅用近十多年的时间 便镇压了陆林赤梅等农民起义军 削平了各地封建割据势力 完成了江山从归汉 天下再兴留的统一大业 创建了东汉王朝 无疑是个出色的皇帝 但他的文治武功 比起他的先祖刘邦来 又逊色的多 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 皇帝大权旁落的教训 光武帝不让功臣外戚 把持军政大权 并从制度上加以改革 严加防范 另一方面则重视文治 提倡儒学称会 注重从儒生中选拔人才 客观上遏制了功臣贵妻的势力 又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 使东汉出现了四海新平的局面 宗观光武帝一生 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到安邦治国 颇有传奇色彩 故毛泽东认为光武可以独 显然毛泽东欣赏光武帝 主要是看重其以少胜多 并统一中国的军事才能